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是违逆规矩 便会落得像我一样的下场 主上 主上 宋武只想做一个平民百姓 还望主上成全 宋武 你方才所说的一切 你不会后悔吗 宋武 绝不后悔 宋武 把你招待了 宋武 把你招待了 我招待了 我招待了 现在我不是郡主了 我不再是 新川宫的柯宁郡主 也不是何夫人的一女 从现在开始 我就只是一个 名字足音头的 一模一样的 什么都没有的普通人 你还愿意 跟我在一起吗 我也不在乎那些 我去在乎你 送五进兄长一盏茶 如今我只是一个平民百姓 出嫁前不能在寄居兄长的府中 这么多年 多谢兄长的照顾和包容 要感谢的太多 无法赘述 只能以茶 聊表敬意 敏感于心 突然这么张紧了 我还是先不适应 无论你是不是郡主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以为你都是你的照顾 我以为你都是你的照顾 辛苦了 辛苦了 郡主 请用茶 这里以后依然是你的家 欢迎随时回来 我 哦 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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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以前我真的很讨厌你 你才讨厌的 都要走了 还说这种话 但是现在 我今天很舍不得你 要是以后他对你不合 欺负你了 我们绝不会放过他 我 警察 津平 我的提起钱 会给你们留一份的 以后你们出宫了 给你们当驾长 姑娘 我走了 我走了 不用送我了 这些事 多谢各位的照顾 送我 求此别过 好 真羡慕他呀 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以后天刻海过 去留悠心 今日这糖饼做的是半糖 想在夏天嘛 少吃点糖 不会这么腻 什么好吃 多谢刘大厨 小人应该做的 少主正式入职九川事务司 按以往的规矩 取舍任兵宴 是 任兵宴 其余八川都派出使臣 常年驻守新川 封面通信 九川事务司的负责人上任 便总是要设宴 招待八川来使 这就是任兵宴 这个都不知道 是我给你批住的 九川夜里只没读完吧 回去抄书 少主公务繁忙 这次就交给我和李薇吧 她要做六少主夫人 就必须能独自沉拌大业 这是一次好机会 这次任兵宴后 我也会找机会 劝说父亲让女子送伤 你们几个开九楼 要试着走鸣 也不麻烦鸿鸿 你放心吧 这次任兵宴我和袁一 一定会把它办得很好 多谢少主体谅 我们定会全力以赴 有了 来 吃 根据袁一先生的教导 和上次开府宴的经验 我把这次任兵宴的流程 尽量弄得简洁了一些 作词上 我把单串的使者 和末串的使者分开写 塔利亚私下一向不对付 理得越演越好 菜单方面 我和刘宝群商议了 一致地选择了 比较清淡的下酒菜 这样就不会出现 有人吃了肠胃不适 消化不良的情况 酒单方面 我给少主准备的还是水 其他的 就按各串的美酒 行行配置 剩下的这些细节 袁一先生 你一会儿慢慢看 嗯 夫人 我们册分这次可努力了 他熬了好几个大夜 才想出来的 你不夸夸我呀 这次啊 能给你打八分呢 进步颇大 等我走了之后 你一定是一个好夫人的 不是让你夸我这个 这次确实想办好这个宴会 让新川主松松手 让姑娘们就在外面跑生一得了 这样我们还有海棠姐她们 就能一起在外面开酒楼啊 我们的一小步 可是新川女子的一道 那我就按照这个继续准备了 去吧 那 好 这个真的好看吗 要不还是换素色的这些 不 就这件 侧夫人穿这件最好看了 是啊 侧夫人 就得穿艳色的 艳色的把你的皮肤衬得像玉一样 真的呀 我倒害羞 你怎么办 侧夫人居然真大 来来来 坐 今天这个侧夫人 跟往常还真是派入两人啊 是啊 不过咱们侧夫人本来就是天生丽质 貌美如花 俗话怎么说的来着 这破船呀也有三丁丁 你看 这次的宴会 无论是从菜单名单还有流程 都是侧夫人一手定的 我们侧夫人就是当之无愧的女主人呀 别胡说 就让别人听到了就不好了 可这不是实话吗 不行 不管我和袁云郡主私下交情如何 都不能这么说 明白了吗 是 是 真好看啊我们侧夫人 郡主 您先上车 侧夫人咱们借一步讲话 是 侧夫人 那个 这次宴会只能是夫人一个人陪着去 为什么 因为 反正是川夫人 方才安排人吩咐下来的 可之前开府宴的时候 领位不也在场吗 开府宴毕竟是在家里 这次大宴是公务 又在九川事务私办 那川夫人又亲自过问 小人没办法呀 你不用管这些 上车就是 那不行 那你 你 我他要就找你 没关系的 就是一次宴会而已 而且去的话 要见一大堆少主的同僚 又都是生人 我处得慌 不去就不去了 家里呀 还有好多事情要照料呢 上次去莫川就把你一个人 留到了家里照料 这次就换我和百夫 放心 可是李卫 他 怎么了 走啊 百夫生病了 我得楼下来照看他 所以你们就先走 对 是 少主您看 这时候也不早了 这是公务 咱没务了 坐坐 别务了及时 快走吧 对 你记得回来的时候 帮我带两包 陈杰的绿豆糕 忘不了 少主忘不了 就 你咱 你先上车 是 那 是 哪有 那 可以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 什么是李老月什么意思 就是 还费功夫了 这个破新船 都是些什么破规矩啊 还说是九船之手 我看随便哪个船都比你强 你不知道是谁制定了这些规矩 那个人真是 饮沟里的辣椒 饮沟有毒辣 饮鬼吃煤炭 黑心的小汪帕 慈夫人 那么千万是你啊 您这骂的可是之前的穿出话 是啊 慈夫人 要不你小点什么 待会儿六朝主婚一回来听见 你就麻烦了 对 那我的六朝 还坐在 那 他正在 酒桌上 公仇交错 那我就祝他喝多了 在所有人面前 献出原形 什么献出原形 我还不知道 不是 什么意思 那你也欺负我 什么意思 少主 少主 你没事吧 少主 来来来 快起来 谁啊 忍着点 我是担心你特意早些回来 你倒好 仍然还听准 对不起吗 不是故意懂 今天这事 委屈你了 还是我不对 以后你要有什么不开心的 你就直接和我说 不要忍着 金川的破规矩这么多 每一条的存在 好像都是用来为难人的 这次任明言 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费了好多心绪 想我好多的法子 心想着 就快见到成果了 结果说不让我去 就不让我去 这些事情你没有错 我没有错 元一先生更没有错 但就是大家都不开心 我能怎么样呢 我现在是给你听了 你不用管我 让我冷静一点吧 你不用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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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有些过分呢 你的脸脸头都破了 我该去照顾他的 可我真的不开心 你是新串的狗狗 你喜欢这个地方吗 有机会 我一定要带你 去寄船玩 那里山清水修 自由自在 你肯定会喜欢的 反正比这个地方 好一百倍 这么晚不睡 是想要百伏吗 你不也没睡吗 自己去玩吧 自己去玩吧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为什么 川夫人 是特意为了我这个金川郡主 才定下来规矩 我还记得在船 六少主更偏疼你 她不让你去 是怕伤了我的面子 害你蒙活半天取回去城 是我的错 哪能怪你啊 要怪 只能怪新春的狗屏 过去太多了 也许有一天 我们都能成为那个 改变政府规矩的人 你是这做得完美 还以为 你是最能适应这规矩的人吗 适应 并非认同 只是暂时没有能力去改变 我一直都认为 我比家里几个兄弟都强 更适合入宫门筹谋 只可惜 金川从无女官 而我 也只能顺应规矩 嫁来此地 当女官这事儿 怕是终成报应 才不会呢 只要我没原因 先生想要做的事情 都会做到 我相信你 多谢你 或许只有一天 我变得足够强大 能够改变规矩 能够不再受世俗偏见 到那时候 我希望能庇佑更多的女子 让她们可以四海徜徉 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地过日子 我好像 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 就只是想好好的 自由自在地过日子 保护好自行保护的人 那就希望我们 还有天下女子 都能够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样的话 现在所有的辛苦 就都有意义了 乖刘啊 在家 挨打了吧 我一看见你这个样子 我就能想起上官打我手的样子 一模一样 鱼有齿烟哪 这啥意思 说很丑 你太丑意 来 老六 敬你一位 这次这个人民夜办得不错 九川赤物司这几个老家伙 对你赞不绝口啊 都是他们的工忙 谁啊 他们俩 这一家三口挺和谐啊 你这是什么话啊 你心情挺好啊 老六 你不知道 我们家阿庆啊 最近跟我的这个感情关系 非常融洽 他有点变了 我前一段不是被川夫人 发这个抽出吗 他跟我抽了一半 你说他是不是 欠你钱了 要跑啊 不是 胡说什么呀 我 你们两个呀 不但人长得丑 不是 心眼还坏 你想咋地咋地吧 三哥 你怎么从刚开始 你的兴趣就不高涨呢 不 我就想不明白了啊 我对他们那么好 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 这 Deixa拽 真正好 随意 随意 谢谢 一下 来 六少主说的是真的吗 他真的愿意支持我们开九楼 他确实是这么说了 可是星川主会不会同意就不知道了 成不成的都另说 六少主既然能这么说了 那就已经很感人了 他可真是个好男人 比那个死老三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呢 可不是吗 好不容易从哪里逃出来 你因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他 其实知会星川主是个闲招 但由于我们身份特殊 得让宫里人知晓 不然后患无穷 只是万一被否了 就彻底不成了 别担心 我们几个姐妹都明白 眼下我们都是合伙 就算有什么风险 我们也是共同承担 若是不成 忽然还能被憋死了 再有别的路可走 我有想过 现在只是开一间酒楼 但日后 我们或许可以帮助更多的女子 不过现在说这些还太远了 管他这么远不远的 以后只要需要出自的地方 送我一个 来 来 也算我们也想不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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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跟李薇拟定的方案 我们可以从九楼选址入手 就以东市四十八条街巷为例 转座的铺面一共二十件 我们可以分头去实地考察 再做定论 这么详细啊 这是原因啊 是谁要做生意不带我 做我 来 快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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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的事情你们居然不带上我 吃饭没啊 吃了 来来来 但你们这个菜色看着更丰富啊 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 可能要再吃一顿了 来来来来 吃点吃点 你怎么来了呀 说到这个 你们几位姐姐啊 要不是我那天在街上碰巧遇到了海棠姐 还不知道你们要瞒我多久呢 那也不是故意瞒你的 你不是要和宋公子成亲吗 怕你太累 所以没交付 你要成亲了 恭喜你啊 恭喜 谢谢上官郡主 谢谢姐姐们 我们家宋五可争气了 就烤了一次 就烤中了 所以 义母为我们订了吉日 就在下月初八 大家可一定都要来啊 一定 谢谢 大家不要转移话题啊 就算我要成亲了 也不代表你们可以瞒着我 赚钱这么好的事情 怎么能少了我呢 我也要出资 行行行 你要收多少钱 告诉我和云音 帮你记下来啊 这好差 各位姐姐们 以后酒楼开起来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教我 我也来做工 比在家里待着 好多了 没意思就来呗 大家家里也无聊 真羡慕 有真心喜欢的人 和幸福的生活 多好呀 给你 来 祝愿天下女子 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来 来 干了 你看看你这店铺都这样了 怎么就不能租给我们呢 这新船从未停过 租铺子给女人的 这也太不吉利了 谁说女人不吉利的 你不是女子生的 我告诉你啊 不要胡搅蛮缠 谁胡搅蛮缠了 本来就没有拿家女子 出来泡到路面做生意的 你们政府也不好生管着你们 真是岂有此理 我们就想开门做生意 真跑背高地羞辱我们 这就是谁胡搅蛮缠 不是羞辱你们 是在找你们规矩呢 规矩 也得合乎绿力 你看看里面哪条 写了女子不能出门 不能做生意 我都不能把你 婆子做鬼女人 就算我性格都不善 倒闭了 也是我祖超留她的 不能玷污 出鬼女人怎么就成玷污了 你给我出来 我们好好理论你们 你给我来说 算了算了 跟她讲不清楚的 有时间跟她吵架 早就找到好夫子了 她家不讲理 别家还不讲道理吗 你俩去那边 我俩去那边 以后见 这城南城北的兔子都已经跑遍了 城西又太偏远 不在悬址范围内 就还剩成东的三家了 大家拿出来的钱 一部分用于租资 陈设 另一部分用于日常开销 我算了算 剩下的钱 最多还能撑一个月 不会铺子还没租到 我们钱就没了吧 那我们可怎么办呀 一个月内能找到铺子吗 就是 怎么办呀 你把这个镯子戴在身上 你把这个镯子戴在身上 万一遇到点什么事 也能顶一顶 我这儿还有一个镯子 不行 你已经出了不少了 你已经出了不少了 这个镯子看起来就很贵重 你先收着吧 可是线下真是用钱 你先拿回去吧 你收回去吧 我们在下班 你都已经出了不少了 别吵了 都已经解决了 来 这 这是 别误会啊 这不是我的 这是思思的 她拎不动我帮她拎的 来 天哪 这 思思这是你的呀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 就是 有点钱 思思 这怎么好意思呢 以后这景楼 你是不是算 不用 不用 我也不会 还是你们管 这筋疲修 就当是思思的出资了 我会折合试驾 日后也给你分成 好 我是觉得 反正咱们几个也都不会管理 不如就交给原因子李威 咱们呢 就给你们打打下手 有事的时候 你们就知会一声 好 好 对了 租铺子还顺利吗 别提了 只是偌大的新川 竟然没有一间铺子 愿意租给女子 他们这是疯了不成 下回我跟你们一起去 还敢歧视女子 我一枪挑了她们 新川女子行伤 租赁铺面 怕是最小的麻烦了 日后恐怕还有更多的困难 总不当都靠武力解决 还得想想别的法子了 机会客官 你们用啊 好嘞 好嘞 这合适 好嘞 好嘞 那就下次再光临啊 这东家也太小气了 生意这么糊 还不找点人 真准备把我们当驴用 过几日你连驴都当不上了 小的听说 东家要把店盘出去 是真的吗 最近夜市兴隆 咱们夜里也得跟着开张 可是东家觉得太辛苦 要回季川老家养老带孩子 东家要是真的把店盘出去 我都不知道我该去哪儿 我跟你们东家也是老乡 今天要盘铺子 不如盘给我吧 是啊 这些铺子我们看上了 让你们东家只管开价 你们二位是 盘店这个事情吧 得从长计议 我们东家就是那么一说 他并不是真的 要把这个店盘出去 是才还是要转店 突然一下换了说法 怎么 看我们几位是女子 就想变卦呀 怎么会呢 几位女侠 几位女侠 我们也不是说 不想做给你们 我 我们就是 我们明白您的担心 新川从未有过女子做生意心理 只是 既然都是生意人 自然要从彼此功利的角度出发 彼此功利 难道几位女侠 能给我们东家 比旁人多得好处不成啊 这生意 我们不是跟您东家谈的 是跟您谈的 我 我 跟我谈 你 这团圆酒楼位于主节 能盘下这件铺子的商人 在城中自然根基深厚 也不会没有不相识的掌柜 既然这样 也不会留下你们这些旧人了吧 如果周掌柜 可以帮忙促成这桩生意 我保证 只要愿意留下来的人 我绝不自退 我也不了解几位女侠 你也知道这新川这地界 就没有女子做生意的先例 万一你们经营不善 这九楼倒闭了 到时候 一旦倒闭 你们就要重新务工 但我们可以立下自举 若是酒楼经营不善 你们去另找夏家 我们定能给你们增发半年的月钱 而且 若你帮我们谈下盘店的生意 你们还可以从村出城 无论如何 你们都吃不了亏 也不怕说给您听 我们盘这间酒楼 是要做九川全在型的 既能用异传的风味 吸引到本地人 又能让外里的朋友吃到家乡饭 这新川汇集了个船之人 有多少朋友想念家乡的口味啊 周掌柜 听口音您也是外相客吧 谢谢 在外打拼不能回家 能吃口家乡菜也是好的呀 我们还会迎接女客 新川可没有对女子友善的消遣之地 这个生意可有得做 周掌柜 您是见多识广之人 不会不明白这其中的好处 敢为人仙才能尝到甜头 明白明白 怎么来都来了 就在这傻坐着呀 没有你傻都 行 就你冲着坐着 咱们就 真不进去帮忙了吗 人家说了要凭自己的本事 可能要学会放手 相信他 相信 你说得容易你相信吗 你相信你还来 我不相信你 但是我发现你开始关心上关系主吧 谁关心他 我 我是一个人在家无聊 我出来解解闷 你这 不是 我就是想他了 那怎么了 这是我夫人 我想他 我想他我也是天津地义 我正大国民 我理所应当 是 您不像立威吗 出来了 出来了 走 袁寅 小心啊 看起来还挺高兴 应该是挺顺利的 想象就笑吧 别憋着了 这装的那么神漠高测 都是莫测 回府 不能去 都闷了一天了 也该吐吐气了 是少主啊 行 行 行 李渊 其实我就是 回去吧 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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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没事吧 其实你没什么事 我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多说了 不怪你 那你还是生气啊 我就是想冷静一下 那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期限 我这样也有点难安 三天 不说话 不见面 可以吗 两天想不想 不想想 好 三天就三天 是吗 我来 欣燕 去拿酒 双将人走了 但她酿的酒还在 到哪儿来 我要全给她喝了 双将姑娘不会酿酒 酒是白鹿姑娘做的 不管她谁做的 拿着去 白鹿姑娘走的时候 找了五辆旅车 把酒全拉走了 你怎么就不拦着点呢 那也是我花钱买的酒区 他们凭什么拿走啊 你说他们身上 哪一样东西是他们自己买的 吃的 穿的 都都是我买的吗 他们居然还把酒都拉走了 给我糞 话也不能那么说 那怎么说 你 是不是对我也有些不满 我看他们平时挺激励的 没事 师爷 你有什么不满 现在你就跟我说出来 小人不敢 你现在 敞开了说 说出来 我绝不怪你 那 那我可说了 不要磨磨叽叽 说出来 你想啊 这姑娘们哪有白吃白做的 这府内大小事务 都是由他们操持的 你三少主领回来一个就算完了 可是姑娘们住哪儿 一天吃几两银子的东西 穿袋又是多少 满院子二十几号人 就打一人配一个丫鬟来算 得 就得四十几号人吧 嗯 吃 穿 住 行 哪一样不得精打细算 你想过这些问题吗 你没想过 你天天就知道吃喝玩乐 来 哎 你来 走 你胆子真够大 少主 你什么都敢 你眼里到底有没有活 他们做的这些 不都是我花的钱吗 是 是 我不就多找了几个 可谁不这样呢 是 我也是个烦人啊 对对对 他要为你生气 就全都走了 我倒要看看 他们离开我以后 到底能过得有多好 给我站那儿 晕了 少主 他们现在过得还真挺好的 听说 都快把桃园酒楼给盘下来了 桃园酒楼 那么大个酒楼 他们几个人怎么做啊 行 他们以为 是个人就能做生意是吧 他们胡闹 这杯子啊 看着脆 实际还挺结实 还真像夫人和节气姑娘呢 你们要上下的酒水饭菜啊 酒楼里面请啊 想不到今日笔人 竟被周掌柜说服 当真同几位夫人聊起了生意 此举虽然冒险 但值得一试 没准这家店日后 就能成为这新专程的独一家 是第一家 但绝不是独一家 好 蒋老板高瞻人主 不宜男女路英雄 日后 必能成大事 过奖 过奖了 诸位夫人 你们谁来盖这个阴 有钱一起挣 有事一起做 这阴自然也得一起盖 对 姐妹们快来 以后啊 这可就是咱们酒楼人的店了 来 他愣着干什么 跟你过来搭把手啊 哎呦 别点 嘿嘿 整合适 我看看 我看看啊 那真可是 收拾收拾东西 赶紧收拾东西去 怎么收拾东西 还没收拾好呢 你去书房看看 我去柜台 好 东家 东家 小心 来 上下楼梯可天文注意 别把自己上去了 好 东家 东家 好 您这画的可真是新鲜 东家 周掌柜 这各串的代表画会 天网泽队清楚了 不得弄错啊 东家 我在这盯着她们 一张图一张图的对着画的 绝对不会有任何差错 您就放心吧 那就劳烦您了 最安全 好嘞 来 东家 小雷 快快快 你快尝尝这道菜 我要吃了 你把它摆得多好看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当开业菜 好香哦 你尝尝 那这个要把上 倒上排菜 吃 好吃吗 好吃 真好吃 你尝尝这个 嗯 这个我要 我要 你这花样这么多 没了都是招牌水瓶 太难选了 原因先生 我们吃了不少菜 您想哪 我还真沉的 让我去安排一下 对对对 再加点这个 少加点少加点 对吗 对 给你炒一下 有真相呢 不愧是刘大厨 侧夫人过假了 还差得远呢 快快快 从底下开始炒 对对对 对了侧夫人 这个菜让上官剧主尝一下 看看是否正宗 我能找你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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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吃 这个菜一定是快的 冬家 两位客官 您点的辣子鸡 你客官一起吃 对呀 你不是吧 好什么 不是 我没点这个菜啊 我点的 你有意见吗 特别好 你吃饭饭 嗯 好 来 看 怎么样 天哪 好漂亮啊 这个能卖不少银两吧 我都说了 你可以的 听到了 听到了 连这儿都听到了 那我拿走了 送你来 冬家 辛苦了 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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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冬家 诗腔 om ns �� 静 冬家 董 为了 rare 美 周掌柜 东家 有几件事情 要嘱咐您一下 您说 这些花卉啊 一定要盯紧了 如果是枯了呢 要及时更换 这干净和卫生呢 是最重要的 厨房一定要每日都有人打扫 还有这些烛火 在没人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 它是熄灭的 好嘞 我这就记下 苏总管 侧夫人 少主命我接您回府 这位是 这位是周掌柜 周掌柜 侧夫人 少主还命我给您一个字条 新穿喜词 外穿喜桃 金穿多用金银器 可加以区分 刘少主有心了 周掌柜 把碗筷按照各川的喜好 多背一些 好嘞 周掌柜 我来帮您 好 行啦 快回家吧啊 人家担心你呢 我来帮你 给你帮我 姐姐 我来帮你 帮你帮我 人家担心你 你帮你帮你帮我 还帮你帮你帮你帮我 你帮我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我 我眼下都在传九川美食会的几位东家是妇人 但亲眼看到几位东家在酒楼外面点炮迎宾 那就有所不同了 这几日几位东家的能力必然是没有任何成见 但外人毕竟是数目存光 倒是和议论纷纷有恐不妙 掌柜说得有理 外面口耳相传 九川美食会受女子开设 会让人很好奇 可若是我们当真露面 定会招致非议 大家忙了这么久了 连亲自打开酒楼大门的机会都没有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生意不讲道理 我们出面开业 众人只会在意女子行商这个噱头 不关注酒楼的菜品 特色 不利于酒楼立足 女子行商在我们单川再正常不过了 金川更是如此 我们为何要屈从于新川的压力啊 新川毕竟是新川 女子亲自开业确实是扬眉吐气 但我想要的是酒楼这份积业长久 难道我就想要酒楼倒闭吗 我只是很不明白女子行商 难道就会让酒楼这份积业不长久吗 上官 原音的意思不是说 以女子的名义经营 这生意又做不下去了 她只是想规避风险 当然 我们也绝不认为 女子做生意就是有风险的 我本人也绝不认为 非一女子做生意这件事情是对的 嗯 原音 上官她不是好面子 她只是觉得不公平 所以才这么几个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哎呀 金银酒楼嘛 就怕女子金银成了噱头 还是这个酒楼的菜好不好吃 值不值得来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被人发现 这个酒楼的东家是女子 我们也不怕先生的 只是如果自己主动先生的话 就怕觉得刻意 让别人觉得 我们是真的想利用这个当噱头 对不对 嗯 对不对嘛 对 坐下喝茶 我都快看夜了 原音先生也请喝茶 你这茶 端得可真凭啊 开夜没剩几日 总觉得还有很多事要做 嗯 你这上面有些事项 都是不急于一事 我看看我的 你怎么也做了 咱俩安排计划的思路不一样 天使桌布这一项 在我处属于未完成 但你那边 却是很延后处置的 红桌子也是可以代课的吧 桌布装饰也能等以后 永远了再天使 我是这样想的 修缮一事不可一蹴而就 十二的唤星反而更新鲜 好 你认为最重要的是 再去上银片菜单 吃饭的地儿 菜好不好吃 当然是最重要的啦 村夫人和我家夫人 真是越来越小了 原音先生教导 好 我今日又下帖子去行好家了 但都是二少主夫人回的心 说他身体不适 不宜出门 你听就是借口 他们府的病根 是在二少主身上 没关系 我们再想想办法 九楼仪式 我总想着 给好家姐姐留一份 免得她之后 只能依靠二少主 给她阅历帮衫 身心又为 实在是太不可靠了 少主下朝以后 发现侧夫人和郡主支持违规 她不安全 甚是着急啊 是 所以在此后门处 营营而为 苏总管 你已经抽筋了 没有 郡主 小心抬肩 你看这时间 时间还没到呢 说好了三十年不说话 所以想请你准我走过后 这在下是茶饭不思 心神不宁 实在是懂得这一炷香的时间 所以请李大人 通往座 不行 左后门 门都没有 说好了三十年 插半住香都不行 这个时候走得要挺快 就不能再坚持坚持 欲凭欲斩 你们知道 李征多么齐人吗 不让她走 她就真走了 这 我是去准备宵夜了 这样正好时间也到了 还可以贿赂你 我是猪嘛 有吃完是醋 你不是吗 嗯 你不是猪 你怎么能是猪呢 你看这期限也到了 能否请你共进宵夜 一会儿我想吃瓜子 好 你要包满一百粒 我要一会儿去圈着你 好的 我还想吃桃子 但不想自己扒拼 没问题 你还想吃什么 你还想吃什么 我还想吃桃子 但不想自己扒拼 太多不错 太多不错 要不是因为我私心把你留下来 你早就回到稷川 过这一夫一妻 尘魂相对的日子 可像娶妻还有宴请宾客 这种事情 是我走得不了的 但但我想你保证 我会努力 直到有一天可以做主 你是我侥幸遇到的家人 所以不要 不要 我知道新川有很多问题 这是我希望去改变的 但这条路很难走 潮中之势变幻莫测 如果我有一天出了什么岔子 我希望可以保证你 把你送回家 我想留下来 陪在你身边 我知道 你要走的路很难 但既然是自己选择 要做的事情 就一定要做 而且 你可以做到 我也一样啊 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想开酒楼 想有自己的事业 甚至会想 让新川的女子 有更多做事情的权利 试一试吧 不试试 怎么知道能不能行呢 还有 你跟我说的话 我也都知道 多明白 也知道你很无奈 只是心里有点不太舒服 不想让自己烦躁的情绪 影响到你 所以 所以 所以说 我们俩 冷静冷静 不过现在没事了 不要多想 吃饭吧 我不爱吃下 不能挑食 你吃 你吃 真 我吃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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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们 九川美食会 开业大决定 主位 有钱的跑个钱场 没钱的跑个人场 欢迎来到我们 九川美食会 好安 来 里边请 您来了 这可比原先的团篮楼好看多了 不错不错 这看来是出自妇人之手啊 好看多了 让你们东家出来碰个面 要真是个女子 这也太有上风话了 出来 这女子怎么能开酒楼呢 开酒楼 各位 各位 我知道各位好奇 我们九川美食会的底细 我们东家 早晚都会露面的 既然各位今天 已经来到本店 那 何不先看一下 我们 九川美食会的 菜品呢 我是单川的 没想到看新川 还能看到这么全的单川菜呀 竹子里有苍穿 这是什么 葱干牛肉加饼 这么地道的菜都有啊 懂行啦 主位主位 这季川的军孤锅看着很特别啊 各位各位 我们一楼二楼都备有多间厢房 都是按照各川特色不知 各位若想吃家乡菜品 领略他乡风情 尽可在此处取号变三咯 排队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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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都有啊 排队排号队 这么多人 倒是排不上号怎么办 是 散台就座的客人呢 我们都有按照各川定制的碗筷 如果没有排到厢房号的 我们还会再免费赠予 单川纯粮好酒一壶 这不是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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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好 赶上排队排队 都有唱啊 这么多人来啊 都在船 这是女子机的酒楼 想来一探究竟人多了去了 要趁这几日抓住大家的位 好 这酒楼也就成了 好 故政司法案 退后 退后 来 走 走 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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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少主 教大小yn 有人举发 九川美食会 名滅上是九楼 实则 是中江 在暗中行 cud商风话之事 今日护政司要肃清风气 必须彻查 官爷 官爷 本店是实实在在本分经营啊 今天是刚刚开业 还望官爷您多多包涵 您是大人有大量 等等 等什么 难道要让他这样胡闹吗 而现在下去 就等于成为这解楼是我们开的了 难道要如此吗 有人举发 护政司就得查 给我搜 不可如此啊 官爷 官爷 谁来九川美食为用餐 就是意图请九山风化之时 走 走 这酒楼是我们大家的 不是出了事 我们一同承担 走 你们可清楚 这间酒楼的东家可是 可是什么 官爷 放手 出声 新春律法里头 可没有那条准你对无辜宾客斗手 这位官爷 想必没有护政司签发的公文吧 但您却敢带着这么多公差上文 妨碍我们生意 莫非 新春的规矩 与我们金川不同 都说九川美食会的东家是女子 看来这并不是谣言啊 你们举个女子明目张胆地做生意 那就是有上风化 我 我今天非得 非得怎样 律法可说了 女子不得做生意 如今您倒是大过律法了 你这人这么对我 你知不知道你是我的 在这经营的几位女子都是正经人 堂堂正正地做生意 来这的客人不知道东家是什么身份 若有人觉得我们丢人 也是丢得我们自己的脸面 与旁人无关 没有公文 擅自大人搜查 我们就不举发你了 那各退一步 您大人有大量 就容我们这些小女子 在这儿做些小辈生意 如何 感谢各位官业检察监督 今日闹了这一出 还请诸位宾客海涵 也正如诸位所见 这九川美食会的东家 确实是我们几位女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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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请诸位看看 我们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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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头上没有鸡脚 也不是青面獠牙 我们 只是与众多男动家一样 有两只手 干该干的活儿 一双脚 走要走的路 没错 我们做的菜 并没有毒 我们做生意 也不丢脸 进了我们开的店 也不会多收你们的钱 女子行商本就艰难 这不就是有那好事之人 污蔑我们不当经营 好在观差当机就来搜查 还我们清白 有劳护政司 为我们九川美食会证明 还请几位 上新川上房 休息休息 也烦请这位官爷上楼一趟 楼上那位东家 与你有话要说 你们几个在这儿等了 几位官爷 这边请 这边请 好 请咬了注意的雅兴 今日韭菜 一律半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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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请 一边请 东海棠 三少主 我们对外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 就是不想沾光 当然 就算是丢人 也丢不到您的头上 来这儿吃饭的都是小老百姓 就当你是个官 认不出你尊贵的少主身份 我们也没拆穿你 也算是人之一尽了吧 你什么你 我们行得端 做得正 还请三少主不要再来惹事 污蔑我们 东海棠 你竟然这么对我说话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还是我的夫人 你们以前可都是靠我养着他 你知不知道我干什么 你还后钱吗 你还后钱吗 树娥你自己填 我们如是归还 你别这么对我 你别这么对我 请翻炒一下不然就不了 快快 可以下盐巴了 少放点啊 少放点啊 听说三少主闹起来了 小人要不要回府一趟 喂 我待会儿正好要回府 给少主亲自说明就是 那解决了吗 那死老三说什么了 解决了 云莹 你要是有事就先回府 我有几句话 要跟你打出说 精灵 你帮我把这个端过去吧 以后这种小事 我们能自己解决 就自己解决 就不要劳烦少主了 是 小人明白了 测夫人 几位体液器副将们 上手很快 过几日再招些厨子 小人就不用在这儿帮手 可以回府专心为您 和少主做菜 我想再招几位厨娘 在新川总有需要钱的女子 只要她们肯干活 人品端正 就让她们加入酒楼 再说了 这后厨时不时要塑在酒楼里 我怕是不方便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就放心的着 以后这酒楼的安全呢 只有我来负责 谁敢欺负你们 调了她 去忙吧 是 都糊了呀 快点成功了 你看这个眼窝 都可好了 你别手艺 可值不少钱 我都觉得咱们卖便宜了 嗯 嗯 袁先生 生日的亏空比预想要多啊 烂地 今日三少主这么一闹 我们只能让你抽兵 放心 会收回来的 真的啊 当然 我手下 可从未有过亏贝百败 除了被迫下架六少主那次 是 驾驶驾错了 但是认识了我们呢 也不亏 也是 错有错着 嗯 进 董果 干嘛 上 你怎么还 都在这儿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我到底回家吃饭呢 你等我回家吃饭干嘛 这有话说 你来来 我跟你说 你来来来 干嘛呀 我跟你说你先过来 注意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松开我 你有事啊 不是 我就想问问你 你明日回不回来吃饭 那你得看酒楼什么情况啊 你有事啊 不是 那 后天呢 那得看酒楼什么情况啊 你有事啊 那 大后天 那得看酒楼什么情况啊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行 随你便吧 我也没说非得跟你吃 我知道啊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这么反话你听不出来啊 你就那么不在乎我吗 不是 我为什么要在乎你啊 说得也不是没道理 不是 我就 行行 你就行行行行行行行 在乎他 胡少主最近老缠着你 他很奇怪呀 你也奇怪 他拉着我听人家闭讲 你明明看得很开心的 他说要我在乎他 太诡异了 也不奇怪吧 上官郡主是武少主的夫人啊 武少主想让自己的夫人 多在乎自己一些 这很奇怪吗 很奇怪啊 很奇怪啊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奇怪呢 我们仅仅这么大一个大美人 在胡少主身边 他看着了心动 想倒追 很正常啊 倒追我 也是 我之前听说 上官郡主和武少主感情不佳 但看起来 你们就是吵吵闹闹的 感情其实不错嘛 感情 在末川的时候 我帮他打酒很激起呢 什么呀 那是你不知道 吞天喝酒之后 把我所有的兵器全都摆出来 说要哄他们睡觉 结果自己睡地上 你看看 人家宁愿自己睡地上 也要保护好你的兵器 这武少主 把城市喜欢上你 不过 他要真想倒追也挺难的 我们仅仅应该会喜欢 可以打赢他的男人 我为什么一直在用倒追这个词啊 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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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党到了 您站着 您站着 抱歉啊 哎 走啊 这帘子 哎呀 不回事 哎呀 你天天不用上朝吗 老跟着我干吗 你不知道 我父亲交给我的差事都很简单 我也没有正式的职务 我就偶尔跟着老幼奔的差事 再说了我不上朝 父亲觉得这个朝堂的风气 它都变好了 哎 你忙吧 别管我啊 好 我怎么今次介绍那先看的姑娘啊 非要约在这儿 说这家酒楼的冬天呢 是女子 干吗 不是 只要我说 有什么好相看的 定了就不能安分在家待着 他这小小年纪 还没到女子着选的时候 他自己相看着 我不知道 他着急得很 但是我看他越这样 越找不着老公 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不是 你拉着我躲什么呀 我不能见到他吗 怎么 堂堂母少主的夫人出来开酒楼 还给你丢脸是吧 我没这意思呀 不准跟着我 你看我 你 我没呀 我 你 你 你们这上菜就围着我上了是不是 你是 迎川的是吧 迎川好 该吃吃该喝喝啊 不必拘谨 你呢 把我当个普通人就行 我母亲说呀 我就应该找个年纪比我大 成熟稳重会照顾人 但你这年纪大 倒是喜欢往这女子办的酒楼里钻呢 是不是又有点像 不安于事 我只是觉得 这要让女子觉得更安全些 你怎么这么清楚 你是不是经常出来 我听 这可不行了 不告诉我 尤其是像我吴嫂那种单纯女子 天天在外抛头露面 都不是什么好女子 吴嫂 吴嫂 停了 吴嫂 吴嫂 原来真是你啊 我以为我认错了 那 不是 我说吴嫂 你怎么能一个想象 都不带自己就出来了 万一你要在外面红性出强了 这 这谁拦得住你啊 施少主 看见我就看见我了 下次不必打招呼 更不用多嘴 不是 我是为了你好呀 吴嫂 不是 吴嫂 你虽然是单川的 但是你都嫁到我们新川来了 是不是 我们得守点规矩吧 你不能天天走低了 你这把大枪到处乱走 这成何体统啊 你不嫌丢人 我都替我五个丢人 老师 说什么呢 不是 我 他丢什么人 我看你挺丢人 不是 不是 我 我报告你 上官是这个角落的东家 也是单川的郡主 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吗 东家 原来他就是这家酒楼的女东家 我说五哥你疯了 来来来 我跟你说 你算什么 怪不得外面的人都说你训不服这单川烈马 你富康无阵 你竟然让一个女子出来做生意 新穿的脸都让你丢进了你知不知道 你喊什么 你喊什么 你喊什么你 我今儿个还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你对我的夫人尊重了点 听到没有 我准 我凭什么尊重她呀 你知不知道外面的人都怎么说这酒楼 聘机私沉 以色是人 就你们家这匹猎马 简直就是不耻 你真没想到 你连老舌头打不过 什么我 我那是脚滑 我斜没跟脚 你再来一声 我揍着它屁股尿流我 少年 废话那么多 疼 痕 你不是嫌我开酒楼给你丢脸了吗 干嘛还强行为我出头 我发誓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我 我就是觉得 外人说起不好听的多一事不少一事吗 你再说了 你干什么我都是支持你的 为什么 这有什么为什么的 就是 我 我想让你高兴 什么 就是 我想让你高兴 我想对你好 想让你高兴 你说你一个人在新川 孤零零的连个保护你的人都没有 当然我知道啊 我知道你很强 但是我就想着 你说偶尔是不是我也能保护保护你 让你开心一次呢 对 DON'T SAY 主持人 主持人 这月鸡蛋还很累 我死了 我死了 你咱也回去休息吧 那 那我走 等你伤好了再来保护我吧 你 干吗 不乐意啊 我乐意啊 我一百个乐意啊我 说好了啊 脑干涂地 我在手不辞 你你收拾 我回去了啊 我走了